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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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bi 今天呢 我们要去一些世界陆克陆克一下 那我想要做一把红武之剑 因为攻击力比较高 看一下哦 我们先去小丑世界看看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小丑有没有比较 好玩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可能待 待个一集还是两集这样 我们去看看 红武之剑制造方法是黑物之剑再加上 这个 黑物之剑需要钻石跟两个黑 好 OK 需要钻石跟两个黑物质 等等 诶 我好像没有钻石对不对 诶对 我没有任何的钻石诶 哦哦 那没有办法 那我们得启动它了 然后这个放进包包里先不要转换好 走 我们去挖一点 钻石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传送书 有没有记录哪些点 魔法home2第一集团黄金祭坛 Header home2 家里 好像没有 我们去home2 home2在这 找钻石找钻石找钻石 应该不好应该是不难找我想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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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他们加起来打可是很痛的啊 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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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钻石 我只想找钻石你们不要轰我哦 我的小 诶有有有找到一颗 好 有了 OK 得到钻石了 好一颗 走我们回家 诶 我的小香香 他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然后再用红物质两个 不对不对 1 2 有了 这是我们的 红物质箭 那他可以增加攻击力 最大攻击力可以到19 好像也没有很高还好 那走我们先去我们熟知的世界 也就是黄金的世界看一下 看有没有boss可以打还是逛逛 对 哦 吓死了 哦对哦我们的祭坛在这边 这是我们的黄金祭坛 那我们还需要 嗯对 我们看一下地图 这附近的小房子啊 OMG 然后有人说这些黄金不是都可以拆吗 没错是可以拆 但是没有EMC 对 你们误认为它里面有EMC 事实上是没有的 对 等一下我们的窗 我们的装不是最高级的 我们的装是会死亡的那一种 但至少有防护罩啦 但是我们总不能开着防护罩打过来啊 没有办法 打不到 我们打不到过来 这是一种和平模式 我现在开的等于就是和平模式了 他一直往后退 我们不要理他好了 那首先如果说要攻击到怪物 还是要去找怪物的话 我们得先找到祭坛 然后里面应该会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诶 为什么会弹 好酷喔 条纹 铁砖 铁箱子 哇 猪好恐怖 哦 会跳耶 你们会掉宝藏吗 他们是机甲羊 没有 他们没有掉宝藏 反而是掉一些奇怪的东西 啊 我看一下掉了什么 金币 要找一个商人跟他买那个什么 金属宝石 要跟他买那个 那个叫什么 买那个代 就是代币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叫做 一个换 一个贩卖商 跟他买代币 我们才有办法召唤怪物 但是那个买商会不会被我们遇到 我也就不确定 我们可以去很多间小房间看看 诶 找到了 找到BOSS的家 这就是BOSS的家 就在这里 这一个 这么大一块 这里就是BOSS的家 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商人 这应该就是入口了吧 对不对 这一根 这一根是什么 它是树诶 入口在哪 打BOSS一定要有大门啊 BOSS你的大门在哪里 嗯 它的门勒 它没有门耶 是要我们自己挖进去啊 好硬哦 敲不掉 实在太硬了 诶 它是什么 我听到一种厚重厚重的声音 这个材质也太硬了吧 这个材质也太硬了吧 但如果我们不能进去的话 我们怎么办 况且我们还没有遇到商人 不知道商人是不是在里面 也许在里面哦 诶 不开门哦 你不开门我们怎么 怎么挑战你 哦我们在这 真是的 老花眼 走 这是一个迷宫 这个是树叶 我们要找到 召唤BOSS的箱子 嗯 在里面吗 没有 这些都是树叶 BOSS的箱子 诶没有 会在哪 哎哟 我的地图已经成功变成一个 迷宫解谜器了 诶也是树 还剩下一半没有找过 哈啰 嗯 这里面几乎没什么怪物 为什么 是全都被我避开了吗 走错边 里面吗 没有 诶 只剩这么少地方了 再没有就 就真的 在你们这边吗 啊啊 找到了 找到了 BOSS 箭圣祭坛 BOSS的名称叫箭圣 没错 光是一个机甲没盾 就打这么辛苦 好可怕 机甲没盾 就是它就是它 等一下喔 为什么 1 2的箭感觉就很弱啊 蓝宝石剑攻击还比较高 好怪喔 走到祭坛了 那我们要记录一下点 我们要记录一下点 接着 可是我没有纸张耶 怎么办 我要怎么记录点 我要怎么记录这个点 诶 我在想我要怎么记录这个点 用它吗 也是可以啦 G O L BOSS 好 就在这里 应该是不会不见我想 那 再来呢 我们必须 找到 贩售商人 我们可以直接从上面出去吗 我觉得 还要再这样走回去好 出去好累啊 毕竟我们有1 2 1 2在这里无效 不 不 坚硬铁砖 你真的很 硬 啊 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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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硬了 我们真的得用走的 耶 小怪咖 不行 连112都无法破防 我们得用走的 我们还是得找到商人换代币 我们才要门票打boss 走 我们有办法找到吗 商人会出现在哪里 通常商人会出现在哪 你们觉得呢 这种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商人 我很好奇 虽然是找到boss的家 但是我们还得要再找到商人才行 下面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怪物吗 如果没有商人的话 我们没办法换代币 好没关系 我们顺便 没有顺便 好吧没问题的 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 找找看 这里有人吗 把他们全部推出去 这么有个圆圈圈呢 为什么 哎呀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应该都只有这些了吧 很难找到商人 真的 好 那我们去小丑世界看一下 小丑世界好像没有小丑boss 他只有一大堆就长那副德性的乖而已 好 走 我们去小丑世界 小丑世界在魔法修复杀整 来了 商人在这 玩具 你有贩卖地 那个吗 没有 但是你是卖一些奇怪的东西 在小丑的世界 有好像有 某某boss会掉 好东西的样子 这些小丑都还蛮凶的 这些小丑都还蛮凶的 我们找找看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在 有没有boss祭坛 有的话觉得不好找 有的话觉得不好找 我好坏喔 突然觉得 有一间特别的地方 哇这边好大 你们有类似那种奇怪的小房间吗 哦 玩具飞机 气球 烟花发射器 派对庆祝者 气球轰炸机 傻瓜冲击波 滴雪法杖 哦 哇哦 OK 要60个 嗯 60个 我刚刚是不是把 不小心把一个玩具商人给推下去 对不对 这玩具飞机看起来还蛮好玩的 嗯 反正你在这个世界不会消失 那我就记录好了 诶 6 这我记得 OK Thank you 诶 我这边记得好像也有一个商人 就是会卡在这个缝里面 哦 有点顿顿的 会卡 他会卡在这个缝里面 对他会卡在缝里面 这边刚好有一个 我们来攻击你 我们来攻击你 哦 啊啊 在哪 蓝色的武器果然攻击比较高 不要下去 不准 花叶菜头 有有有攻击他们就可以拿到 消丑的硬币了 其实还蛮好收集的对不对 我看一下我 我已经有6个了 我们再多打一点 收集了60个换一下冰雪法杖 感觉还蛮不赖的 啊 啊 下去车多K我一下是怎样 你是受伤的小丑 其实我们的暴风套装 我们这个套装其实 防御率很高耶 我这样的发现 其实小心点就不会死掉了 我需要金币 我想换法杖 虽然可能没办法用 但是也是法杖啊 走开走开走开 哦 哦 再加上我们有那个宝石度的 恢复宝石的那个 宝石 其实我们也不会死掉 哦 有多少了 18个 没关系 我们慢慢的收集 这边有一群 可是这边感觉他们会 诶我不是故意的哦 哦 哦 不不要跳 下去 他们的感应力太强了 他们都会跟着我 然后他们就会 直接跳下去 他们没有安全措施 这个是会 瞬间移动的 不是是隐形 在哪 嗨 哦 哦 真的 我待越久越盾 这个怪物太多了 哦 跟你们混战 啊 好会有这个效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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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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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再20個 柯柯 原來是柯柯 是柯柯的效果 繼續收集 欸 好 嗯 小丑世界 超多小丑 啊 我的沙漏等級在提高 再9個 哇 啊 哈 你們的頭太大了 啊 56 我們可以開始飛回去 我們可以開始飛回去 喔 5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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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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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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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虞我 雖然你賣了很多酷炫武器 氣球加濃炮 氣球轟炸機 傻瓜衝擊波 33%的機率不消耗子彈 消耗的是氣球 所以氣球是用 煙花發射器是消耗能量來發射的 有沒有消耗能量的 派對慶祝者 他是用氣球 他是用彈藥 這是用法杖 令10層10範圍內的生物 受到傷害 每一個生物造成5點傷害 三個定位符吻 跟三個能量符吻 也是不錯啦 玩具飛機 氣球 一個 煙花發射器射出一番 消耗的點數是 是20點 所以 我們之前用的那個 發射器射不出去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傷害是20耶 我們這個傷害只有17耶 這個槍是傷害20點 消耗20點 爆炸 消耗的是氣球 這個傷害是14 15 10層10的範圍 這個法杖我知道 這個法杖在使用的時候是會造成 10層10裡面如果一隻怪獸就是5點傷害 兩個就是10點傷害 怪獸越多 攻擊力越高 這是怪獸越多攻擊力越高的一種法杖 每次的消耗能量還蠻多的 我覺得現在還不適合用那個法杖 我覺得不太適合 我們換 消耗能量的就好了 這兩個其實都ok 因為他 我們換煙花發射器好了 我們其他的玩具硬幣先存著 我們玩玩看好了 我們是被騙了 我們為什麼要換這個 他說他只對小丑有用 好像沒有這回事耶 超近距離 沒有用 小丑完全不怕 好啦不管了 我要換別隻 我要換另外一個射速比較慢的 這個煙花發射器就跟我們換的那個一樣 結果 我把它丟掉了他沒有用 我還有是在小丑世界換的會 會可以使用 我一直生性著 結果我們被騙了 那個煙花發射器 其實就跟那個什麼 我們現實的那個一樣 並不會因為說這是小丑世界 所以打下來的武器就比較可以用 沒有 沒有他就只是會放煙花 然後在原地蹦而已 超弱 不管不管不管 我們去換另外一把 我們去換另外一把 我們去換另外一把好了 我想說存著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再來找 我們要跟你換別的 你太烏手我了 派對慶祝者 這個感覺比較貴 希望不會讓我難過 嗯 還蠻可愛的 不用嗎 喔有欸 還蠻 傻眼的 還蠻可愛的 法杖的話我們現在還用不 用不了 所以就先不要換 因為定位法定位符文 那些我們召喚不出來 好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裡 結束了我們下一次再去別的世界看看 去 走開 欸 去別的世界也許可以找到其他的商人 那這集的實況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收看我們下回見 掰掰